鸟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 欧锦在斯洛伦尼亚,击败法国,提前锁定小组第一,东西齐,发挥出色,23,头15中,得到了47分新篮板,无助攻一抢断,单场47分,也成为了欧锦赛历史第二高。 篮球解说员苏群老师发问,我们都在赞叹欧洲非好看,是因为感叹中国南篮差距之大,如果只剩下欧洲非好看,不感叹中国南篮差距之大,那中国南篮,真的没救了。 欧洲篮球的水平,如此之高,都为球员,效力于NBA,既能适应职业赛场,在FIBA比赛中,也能游刃有余。 其实感叹的背后,更多是无奈,亚洲范围内,看中国南篮排名前列,最新排名是第四,但是世界范围内,中国南篮,是第28位。 或许有球迷会对比曾经文08年中国南篮梦之队,但这已经成为过往,目前,中国南篮,面临着后卫线上的困境,内线除了周琦,也没有球员,可以有能力胜任。 舆论对于南篮也不友好,包括媒体人,也总是悲观,但我觉得,还是需要对南篮友善一下,毕竟是我们自己的篮球。 近日,北京南篮,完成了CBA新赛季的体测,小将曾凡博,顺利通过体测。 在助跑摩高的项目中,曾凡博的成绩,为3米58,北京南篮官方,发布短视频,晒出来曾凡博助跑摩高的视频,配文,这年轻人,跳得真高。 3米58,是什么概念?CBA历史长和中总?